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野猫成功拦住了猎豹的攻击 在猎狗的保护之下 人群才没有受伤 在野外 如果遇到这种野生动物 真的十分的危险 猎豹突然出击 咬住家养的猎犬 猎犬根本来不及反应 就被咬住喉咙 甚至在夜晚 猎犬遭到偷袭 在如此强大的猎豹面前 根本不是对手 甚至有一些猎豹 误闯 人们的领地 人们十分的害怕 只能躲在车上面 野生动物它的攻击性十分的强大 如果在野外 遇到偶遇 我们一定要十分的小心 像是猎豹之间也会发生战斗 面对同伴 基本都没有手下留情 更何况是遇到食物 独自应对猎豹的攻击 人们拿着棍棒 却也没有任何作用 在这种的情况下 人们只能躲在车上 不停地后退车辆 躲避猎豹的攻击 毕竟猎豹攻击速度飞快 甚至有时还没来得及反应 猎豹就已经来到了眼前 根本不留给动物任何逃跑的时间 就像是视频里的这样 这只水牛幼崽 根本来不及 同伴的营救就被猎豹所抓住 猎豹直接咬住它 将它拖拽进森林深处 还没等水牛前去营救 猎豹早已跑得无影无踪 猎豹这种动物 别看它体型较小 但它的实力不容小觑 这种小旋动物充满了锋利的牙齿 如果被它咬到 也会被直接 抛下了一块肉 而且这种动物十分的凶猛 在野外 天不怕地不怕 可以看到正在陆地上的青蛙 瞬间就被猫豹 咬到 这种小动物也靠着自己迷你的外表 迷惑敌人 靠近之后 给予敌人重创 看来呢 狮子并不了解这种动物的习性 狮群正在向这边靠近 猫幼也是一种群居类的动物 它们通常居住在地下的洞穴中 猫幼的身上长有灰白色的条纹 这也是它的特征之一 狮子来到了猫幼的洞穴口 等到猫幼刚刚探出头的时候 就发动攻击 猫幼果断反击 咬住了狮子的嘴巴 看来狮子对于这种小动物的攻击力 毫不知情 等到被猫幼所攻击的时候已经后悔 但是呢 为时已晚 这种小动物的攻击性也惊吓到了狮子们 狮子不断地后撤 看来对这种小动物也是充满了恐惧 但毕竟猫幼的体型较小 成年的猫幼体长也仅仅只有20厘米 猫幼的大小甚至都比不上狮子的一个爪子 没有想到这样渺小的动物竟然能够把百兽之王吓得连连后退 大自然真的十分的神奇 狮子迟迟没有捕获成功 而且呢 如此小的体型根本不够狮子饱餐一顿 狮子在避免自己的身体受到伤害的同时 果断地后撤 放弃了狩猫幼 水牛在野外成群出没 成群的水牛很容易就成为其他动物猎杀的目标 看来狮子正是这样的想法 两头狮子共同地去狩猎 但是狩猎水牛也是要讲究一定技巧的 像是水牛中体型较为瘦小的或者行动缓慢的 这些水牛还是很好狩猎的 狮子也是一种十分聪明的捕食者 深知这个道理 像是这种成年的水牛 头顶触角十分锋利 如果攻击到狮子最为薄弱的肚皮 肯定是要直接把肚皮撞开一个口子 成年水牛的体重可以达到两吨左右 这样的庞人大物如果狮子们成功狩猎 就可以一周之内不用捕食 毕竟提供的食物量足够狮子们饱餐一顿 狮子们抓住这个机会在河边准备狩猎水牛 狮子根本没有放过这个机会 在野外不停地追捕水牛 当然也是会有一定损伤的 毕竟水牛也会反击 而且反击的能力很强 有些狮子也因此受到了伤害 但好在损失并不是特别惨重 看来狮子们需要找准一个机会 攻击落单的水牛 毕竟在其他同伴的保护之下 水牛之间互相帮助可以驱赶狮子 就像是画面中的这样 狮子本以为大功告成可以独自地狩猎落单的水牛 但水牛的同伴却突然出现 直接将狮子顶飞到天上 这只狮子看来受了非常严重的伤 倒在地上昏迷不醒 野狗与同伴正在野外散步 他们还不知道 危险正在悄然靠近 狮子们早已发现野狗的踪迹 狮子准备偷袭野狗 狮子这种动物它的埋伏能力非常强 野狗与同伴玩耍根本没有发现 狮子直接冲上前 将野狗扑倒在了地上 这只瘦小的野狗 瞬间就成为了狮子的食物 野狗同伴的死亡 使得狮子成为了它们的报复目标 狮子独自面对野狗部落 毕竟单独行动 父辈受敌 野狗们不停地骚扰狮子 强大的狮子通常狩猎 都靠着自己的力量 在没有同伴的帮助之下 也可以轻松地完成 而野狗群一拥而上 对于狮子来说 这是个很大的灾难 别看野狗的体型较小 但它的撕咬能力却不弱 这样轮番的进攻 也使得狮子的皮肤劈开肉战 狮子的屁股上已经布满了伤痕 这样激烈的战斗也使得四周尘土飞扬 可以看到狮子的屁股和后腿上 已经布满的伤痕 而狮子正在回领地的路上 竟然再次遭到了猎狗的攻击 看来猎狗是闻到了狮子身上的血腥味 循着气味找到了这里 猎狗也是压死狮子的最后一根稻草 猎狗的轮番进攻 狮子实在是难以抵挡 狮子现在力量已经被耗尽 它的反击也没有任何作用 最终猎狗们一用而上 将这只狮子给击杀 猎狗们成功的获取到了食物 虽然这个食物是一头狮子 但猎狗们也没有消耗很大的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